新鲜事简单爆 大家好我是小赵 昨天下午第二家人政策出来了 今天是6月15号 我们一起来深度解析一下 相信大家已经在很多地方看到这个消息了 但是我是想做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 深度解读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政策怎么说呢 跟之前说的一样 还是三个组 然后第一个的话是 来自于马来西亚有建交关系的国家 那基本上就现在的话就两个国家 对吧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朝鲜 这个没什么说的 没什么意义 第二个就比较狠 25岁或以上 对于就是说 之前的政策 35岁 包括之前30岁 都感觉有点略高 25岁这个的话 其实是降低到已经很低了 这个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C的话 是无论首度申请或更新准证 都需由MM2H一战式中心处理 这个就是说 你以前是可以自己DIY的 对吧 你动手能力比较强 你什么都可以自己做 就是说要交到这种 有执照的中心来做 你不可以再自己DIY了 然后第一的话是 允许再马来西亚接受长期治疗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看病的话可以来买一下 但是他也没有写 对吧 我是可以一块钱马币看病吗 因为之前MM2H的话 是可以去政府医院 一块钱马币看病的 但大多数来马来西亚这边的话 还是办一个长期的商业医疗保险 去私立医院看病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基本上来马来西亚的外国人的话 层次都比较高 他不会去政府医院一块钱看病的 一的话是MM2H参与者家属 可在马来西亚任何一所大马承认的高等教育机构求学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理解的不一样了 因为之前副首相是说过 就是让外国的孩子接受本地的教育 那本地教育什么意思 那本地教育一般上是指 比如说滑小 对吧 18年之前的时候第二家院的孩子是可以上滑小的 后来这个政策就一直取消了 我以为他会恢复到之前那个政策 这样的话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 在海外从小学开始上到大学了 那他这块基本上这个意思高等教育什么意思 基本上这个就是说上大学呗 对吧 就是说让你在大学求学 那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啊 对吧 这他本意是说 比如说孩子到了18岁之后 他要上大学了 就不能再用第二件身份了 如果你再买一下上大学 你还可以用这个 没有意义 为什么没有意义 首先你要再买一下长期待 你又不让上滑小 对吧 你就是肯定是要上国际学校的 我就试问一下 哪个从小 小学到中学 一直上国际学校的孩子 他还要会在马来西亚读一个大学 对吧 所以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那如果说是 比如说我就退一万步说 我的孩子在中国长大 或者在海外的长大 我就想来马来西亚读大学 对吧 那其实是你办那个学生签证 是很容易的 大学的学生签证 跟国际学校的学生签证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学的学生签证 是很容易办的 他不像国际学校的那个签证 那么难办 好吧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意义 很很小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就是说你 第二家人孩子的话 就不用再办那个了 只是说有一些便利性 但是不作为 就是说让我一看见以后 我觉得哇就很香 觉得就哇受不了了 就一定要这个对吧 就哇很香 然后F是一年内 在马来西亚居住至少90天 可累计 可累计 就是你这个月住10天 下个月住30天 然后你一年住够90天 但这个东西吧 我一直就认为 它不会卡到那么严 就好像当时杀刀月的 那个第二家人 他也是要规定住够多少天 你真正住没住够的话 其实他也不会说是管到那么严 我个人认为 这个也不一定 因为毕竟如果新政策出来以后 你不管是办五年十年 还是二十年 你办下来的话 对吧 你到时候也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那对吧 就是说他这个累计不够90天 你要是住个60天 30天 应该我感觉没什么问题吧 个人感觉啊 你说如果我真的没住过90天 我住了89天 85天 那他怎么样 因为你没住过 他把你第二家政策取消掉 然后把你银行的那个钱 给你退出去 让你取消 不可能的嘛 对吧 他还是要吸引外国人 更多的居住吧 只是说有了这个条件以后 可以限制 就是说有一些人 他可能一年一天都不住 对吧 让他限制来住一住 有这么个政策在 起码说我们对吧 有大部分人还是会遵守的 然后C的话 就是代入资金 如定期存款 享税务豁免 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在马一下的话 就算你是美国籍 你拿退休工资 在这个马一下的话 你只要涉及到这个马币 他有那个到你户口的话 你都是要交一个个人所得税的啊 都是要按照那个来交个人所得税 只是说少的时候不需要交 但是你报还是得报啊 然后多的时候的话 就是说有这个税收 他这个应该是说这个情况 就是说你本身的这笔资金 定存 获得的那个马币的利息 包括就是说你这个叫什么存款啊 这些可以享受一个个人所得税的豁免 应该是这样的啊 然后H是如第MM2H参与者期间去世 则其准证可转让给原先指定的近亲啊 这个我觉得是蛮好的 因为之前那个政策的话 其实如果说MM2H的参与者 他离世之后的话 其实会很麻烦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转给 比如说他的儿子啊 或者女儿啊 等于完美的继承了 可能他之后也会有一些详细的政策啊 比如说怎么继承 要比如说MM2H那里面的那笔钱啊 或者直接把这个签证转移 这个是蛮不错的 但具体实施起来 确实难度也是很大的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申请成功后 参与者与家属需到指定的诊所医院体检 此举意在确保 所有参与者得到统一的标准和收费和服务 这个东西的话 它还是两方面吧 第一个的话 就是统一一下这个收费标准吧 因为之前的话没有 就是说那么标准 然后另一点要达到的话 就是说要让这个体检更规范 因为之前的话很多体检 它不是很规范的 你知道吧 就进去以后体检 血压一凉 然后我之前的客户就说 就这样吗 就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就走了 体检就通过了 对吧 以前还是就是说 有很多地方 也不是很成熟跟规范的 它这样其实也是蛮好的 就是说 我们去指定的一家医院 这个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的 大排队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之前没有说是指定哪一家 有那么几家的时候 也排队 你说它要是指定的话 它能指定多少家吗 对吧 这个是必定排队的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就是说它分成三个组以后 就这三个组的话 我们到底有哪些优势 我们办了这个组以后 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实惠 都在这张图上了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但是它这个上头说的也是模能两可的 我们一起看看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定存条件来看 三个档位 100万美金 50万美金 15万美金 15万美金大概多少 就是六七十万马币 差不多七七十多万马币 这个比之前就是说 说的50万马币要高一点 这个白银的这个档位 那黄金档位50万马币 那差不多200多万了 这100万马币 500多万马币 这太不现实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它底下的这些要求 然后看看它有没有给到什么 就是说值得人家去办100万美金的东西 然后后面备注写的申请成功后 可提取最高50%的定存金额 再买一下用作购房 用作几个点 第一个购房 第二个教育 第三个医疗 第四个境内旅游 对吧 跟之前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你说你境内旅游 我一次花个两千马 对吧 然后我还得去那个移民局盖个章 然后再去银行再去申请 你说会有人这么干吗 不会的了 肯定是我要弄一个比较说大头的购买房子 孩子教育 这些对吧 医疗花销很大的这种 但医疗一般上都有医疗保险 主要还是购物房产 跟教育这两方面 比较占大头一点的 因为你操作起来也是有那个步骤的 你很麻烦的取这笔钱 然后我们看一下参与费 参与费的话 白银一千 黄金三千 这两个其实差不多 然后恐怖的是这个 薄金居然要收各十百千万 十万 二十万 那你这个跟之前的PVIP 有什么关系吗 对吧 只是说你这个PVIP的话 每个人要多掏 十万块钱 你这个是收二十万 可以有点狠 我们看看他收了二十万以后 之后有哪些额外的这些手把 然后备注写的是 家属无需缴纳 除了这个主申请人以为 其他人是不需要缴纳这个钱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限定房产价值 他这个写的魔能良可 就是也不说为什么 就是薄金是两百万 黄金是一百万 白银是六十万 然后他后面备注的是 十年内不可出售 但允许转售 用以房产升级 你可以出售 但是出售的目的是 为了更换成更贵的房子 他允许你卖 不符条件者或被取消 你要不符合这个条件 可能会被取消 这个是两种意思 因为现在我看到 网上所有的这些报道 都没有一个准确的信息 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 限定房产价格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说 你办了第二家园以后 要在比如说多少天内 你要买一套房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他写着不符合条件者资格或被取消 就是说为什么会被取消 你没买房子 你可能就被取消了 对吧 然后就是说你买房子的条件是什么 白银的话需要买一个六十万以上的 吉隆坡需要一百万以上 对吧 他需要买一个六十万以上的 黄金主要买一个一百万以上的 博金主要买一个两百万以上的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强制你必须要买一套房 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 他是为了配合上面 申请成功后 可提取百分之五十的定存金额 就是说你在吉隆坡买的那个房子 要买多少钱以上的 比如说白银组 我要买六十万以上的房子 然后我要取出五十 百分之五十的定存金额 来交这个六十万以上的房子 六十万以下的不行 应该是这个道理 然后你如果是提取出来第二家园的 那个百分之五十定存购买的房子 可能十年内不得出售 或者就是说十年之内不得出售 然后你只能说是升级成更高的房子 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都涉及到房子了 但是你要说第二家园房子 第二家园能不能把吉隆坡房子 整个往上推一推价格 我觉得也够呛 因为该投资的人大多数的话 还是看重的是吉隆坡租金回报 掀不起来什么浪花 你说指望第二家园 整个吉隆坡房价抬一抬 不可能的 然后但是有一点 最近炒着要取消燃油补贴 或者柴油补贴已经取消掉了 如果下一步取消掉燃油补贴的话 哇那真的是 所有的原材料成本全部要上升 房子是不可能不涨的 因为原材料涨价以后 所有的通货膨胀都要嫁接到 所有的这种运输行业上 房价是一定会上涨的 但是不可能涨很多 通货膨胀伴随的房子会必定涨升值的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可携带的家属 这其实跟前面都差不多 配偶子女 营养子女 21岁以下或没有工作的 残障孩子 你看这块残障孩子的话是无年龄限制 需要附上医疗证明 最重要的一点是后面 父母和月父母 这个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之前只是能作为主申请人的父母 他现在居然加了个父母和月父母 就是说我主申请人 包括我爱人的爸爸妈妈都可以了 这个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他现在这个就是说一人半的话 等于是全家享受 那你最多加起来 比如说孩子多点 大人多点 那加起来七八口人 获得长期的签证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月父母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就是携带外籍帮佣 这个有点狠 不过今我存100万马币 我可以带一个 这种就是特别有钱人 他就指定的 我就认识我这个 比如说他从中国带一个 他从美国带一个 这种他可以带一个 但是没有意义 你说你办一个白银 你在马来西亚的话 请个女佣 也就菲律宾女佣的话 1800马 你的女佣就是1600马 这很便宜的 对吧 除非是你就任人 对吧 他可能跟了我10年20年了 他跟我也没有血缘关系 什么 那我办一个勃金卡 专门把它带过来 我但是我觉得还是成本 还是很高的 我还是有点想不通 这个勃金卡的这个意义 然后这个MM2A是签证的 有效期 20年15年5年 这没有意义 对吧 我们护照大多数都是 10年有效期 你就算办个15年 你到时候过期了 你办个新护照 还得再过去做一下 那个签证 改到你的新护照上 你看他写的是什么 到期后可更新 期间如护照 到期后 需连同护照上的安全通行 签证一并更新 对吧 你就算是20年的话 你10年护照到了 你还是得去弄一下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那5年15年20年 基本上如果是按 之前的那种政策来说的话 他就检查你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你定存的 那笔钱赛不赛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你的那个 身体健不健康 看看你这几年 有没有染上什么病啊 必须要符合这种 买一下政策 没有什么传染病啊 这些 其实我觉得这个5年 已经很够用了 你们明白吧 这个5年已经很好了 刚好每两次 跟自己护照10年对应上 其他这两个 我是没有任何意义啊 对吧 你说这就办这个五百银 最好了 花的钱最少 得到的东西也还OK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是在马 从事商业投资活动跟工作 现在他居然要求 勃金才可以 我都存了100万美金了 他让我在马来西亚工作 我一个大马女婿 在这工作了这么多年 对吧 我他才挣几千马币 对吧 你让人家存了100万美金的 然后来这打工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人家都能存100万美金的 人家不可能打工的 对吧 然后你就说从事商业跟投资活动 之前是只要你办的第二家园 你都可以再买一下开公司创业 但之前的话你开不到户 他允许你创业 但是不让你开户 对吧 现在是什么 现在的话就是说让勃金的去打工 对吧 我不知道这个政策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已经不让黄金跟白银的来 就是说创业了 我们来这不能开公司创业了 我们只能来这花钱了 然后勃金的话 我可以来这打工 你说如果我来这打工 我为什么要办这个100万呢 对吧 我拿个工 我但凡能在这找一个高薪 我能挣到十几万 二十万这种工作 我一定是公司外派的 有工作签证的 对吧 我也不可能需要这个打工 所以说这一条话真的是 还不如以前的 真的 以前的话就是说 你办的这个第二家园 你还可以 对吧 我可以来这买一下创个业 刺激刺激当地经济 对吧 你这都不让人家去创业 真的是 然后下一个 准证更新费用 5000块 3000块跟1500块 这么三个基本没什么区别 人家花100万了 这5000也没 对人家来说 也没有太大区别 然后我们看一看 之后的话 就是有一些是限制 这个第二家代理公司的 就是说内阁通过 来卖2H的代理执照 申请审批框架 他为了提高代理公司 可信度和责任感 更全面的保障 下面这条比较重要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 不再沿用原有代理 之前全部的代理 全部作废了 不管你现在找的谁 我相信现在看视频的 很多海外的朋友 你们其实都有自己 联系自己的代理 但是就是说 之前的那些已经 完全不沿用了 好吧 执照于期后的代理 可根据更新条规 重新向政府部门申请 就之前的已经 完全不沿用了 然后现在是什么 现在的运营资本 原来是5万块 其实5万块 对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来说 是很容易的 现在提高到20万了 对吧 那我觉得很多 第二家公司要合并了 之前5万 说实话挤一挤 小公司还是能挤出来的 现在这20万的话 等于是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了 不要看觉得20万很少 其实也是 在当地属于蛮多的了 代理执照费 每年2500马币 这都没什么好说的 下一个就是 公司有效地址 要是一个 能附上活跃的证明 比如说租聘合同 水电费单 这个还是 这个就是为了 防止很多幽灵公司 就是说他注册了 这个公司 然后他就直接来申请 第二家人的话 他必须都有个办公室 对吧 你正正贵贵 这样感觉会更好一点 然后提交20万银行担保金 对吧 这个还是蛮多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新举措 主要打造的是 竞争力全球枢纽 他标题写的是很大的 但是说实话 这只是一个长期签证 对吧 你哪怕 就是说第二家人 你给搞个小卡片 看起来对吧 上都写的白银黄金 对吧 这个卡片 你见着警察一给 对吧 我还有种感觉 就是说出去 我办了个身份那种 虽然不是PR什么签证 但是我有张小卡片 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它就是贴在你护照上 一个签证 对吧 我给点建议吧 能搞个那种小卡片 内心会得到一种满足感 会更好一点 哪怕不是说PR 就是一个第二家人的小卡片 都是很不一样的体验 它这个主要是要吸引 潜在的目标群体 如高收入群体 数字游民群体 你数字游民群体的话 说实话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中国跟什么地方 反正就是两个国家 我具体记不起来 中国跟一个国家的话 它是不能申请数字游民 它需要银行担保 但是不会有银行 给你做担保的 它没有说不给你办 就是说需要银行担保 死循环 它需要银行担保 但是银行不会给你担保 所以说 如果你是中国籍 想要申请数字游民 你是申请不到的 已经之前尝试过很多次了 但是这个的话 第二家人可以 就是说作为数字游民群体 我们可以申请一下 第二家人还是蛮不错的 你起码一个人申请的 一家能享受 对吧 岳父岳母也能过来 这蛮不错的 打造大马城 此类计划对象群体的首选目的地 对吧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政策的话 其实马来西亚也是作为首选目的地 但是我觉得给的东西还是太少 给的东西还是太少 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带动旅游 房地产 教育 医疗等领域发展 你这就是给人上了个debuff的枷锁 但是你也没有给很多那种福利 对吧 可能是新 就是说具体的政策还没有出来 就是说细节方面的东西 面上头我大概看了一下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吧 给的福利没有像之前那么好 然后因为之前的话很多政策的 对吧 就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可以上本地华小 然后可以买一辆进口免关税的一个车 对吧 这都是很早的老地二家人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比如说你直接砍一下 就是说外国人可以买核同价70万以上的房子 这一下我跟你说 吉东坡70万以上房子全得卖完 真的 我觉得如果推出这种政策的话 吸引度会更高一点 造就大马城高竞争力全球熟女 秉化的挺大的 还得看后期的具体的实施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推出MIT推是家园 正然后张庆幸昨天有说 他说政府一心求好无意为难 那肯定的 现在归他管 对吧 那审批的话 基本上你要说什么 然后更透明更高效 更透明是肯定的 更高效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么多第二家园同时要重新去申请这个执照的话 不可能说是更高效 然后我在网上也找了一下 截止到目前为止的一些信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即日落实MIT推是新光价 这个就是说过期的执照的话要重新申请 原有的代理的话需要重新申请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然后我们看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讲述了一下具体的过程 但是也不是很详细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办第二家园的话 一定要去有经营执照的第二家公司 提交MM2H计划 其实也说了 MM2H计划 所有组别参与者都不具备申请永久PR身份的资格 这个也不用太沮丧 就算之前说的最高那个档位有资格申请的话 我相信有资格申请的话 也是有很多条件的 比如说让你会说马来语 对吧 很多条件都能卡死你的 我现在也是有资格申请的 但是我都没有去申请的 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说马来语 我过不了的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能拿PR还是很难的 也不用太沮丧 在这个新框架下 代理们在向旅游部注册后 将被展示在MM2H的官网上 方便民众查询 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后要办第二家园的话 我们可以先问一下第二家园 你有没有执照 对吧 现在肯定没有一家 它是有新的这个政策 在官网上能查到的执照的 之前的那几百家 重新申请过 对吧 原来交五万 现在要交二十万 然后就是说你以后比如说想在 我相信很多观众以后如果要办第二家园的可以问问你的那个代理 跟他把名字要上以后去这个MM2H的官网上去查询一下 然后就是说我们最少得有一个办公室啊 你看这个报道上张庆兴也是指出啊 就很多第二家园申请者投诉 称代理收取的费用之后 卷款跑路失联了 会有这种事情呢 不会没有的 不仅如此啊 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代理商把执照 在行转租 经何时这些代理或公司 甚至连办公室电话都没有 就是一个空科公司 对吧 以前也是有很多这种情况的 好了 基本上我们也看完了啊 这个第二家园怎么说呢 看完以后一言难尽啊 对吧 我以为会有很多 就是说好的一些政策啊 因为好事多么嘛 总感觉拖了这么久了 肯定会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但是这么总体看下来的话 嗯 秉化的挺大的啊 也没有一些具体的 就是说好处跟优势 对比起来之前 哪怕就一条 对吧 你有一条能让我觉得 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到不行了 但这个新的第二家园政策吧 对于想在马来西亚长期待的 想再买一下长期生活的家庭来说 是蛮不错的 但是你要说对比起来老第二家园的话 没有任何就是说竞争力啊 但是他现在一直都没有提到说 需不需要国内的工资流水 你像之前的话是需要 4万多马币的那个工资流水吗 而且他之前那个政策卡的很死 4万马币什么概念 我如果是个老板 我每天流水几百万上下 几千万上下 不行 我就要你流水 我就要你一个公司 给你打的4万块流水 人家都那么有钱了 对吧 你还必须得打流水 之前这些流水其实是很容易的 基本上都是自己打这样的做的 之前流水都是很容易的操作 这个不是多少难处 之前的话 是在国内的话 是要有一笔100万人民币的一个定存 新政策也没有提到具体需不需要的 我感觉大概率是不需要的 可能他主要还是想把这个审核的重心 放在马来西亚这边 只要你把钱存进来 什么事都好说 主要是这样的 这个新政策的话 对于就是说想再马来西亚 长期待的家庭来说是蛮不错的 尤其是能加上岳父岳母这种 那真的是很香 因为之前是只能是主申请人的父母 但是他现在是等于上了很多debuff 对吧 又要你买房 或者是说你第二年取的钱买房子 然后比如说十年内五年内 你还不能卖 对吧 这等于是上了很多debuff 对吧 但是你不得不说 如果你想要再马来西亚长期待 第二家园已经是唯一的选择了 你不可能一直办什么工作签证 什么的 不现实的 但是他有提供的一些好处的那些 对我来看的话是微乎其微的 对吧 比如说你什么孩子可以上大学 这些 上国际学校的孩子 没有再马来西亚上大学的 吸引力没有那么大 真的 亚洲国家都不一定会上的 他们一定是往精英教育欧美那种方向送的 怎么可能还让他们读个大学吗 然后小曹在这的话 也是建议大家 办那个最低档位的就行了 我从事了这么多年 第二家园的话 给我的感觉就是上面那两个 没有任何吸引力 你办那个博经 意义是什么呢 直接给你20年 你护照到时候到期还得再换护照再去弄 没有意义 对吧 五年那个足够了 续嘛 就一直续嘛 没有任何区别的 哪怕你给个小卡片 对吧 就我刚才说的 你给个小卡片 五年的是 比如说 黄色的 薄金的 比如说它就是金色的 对吧 跟那黄金卡片一样 拿出去有身份 有地位 对吧 我办一个这个我有面 那你说你就是个签证 你还分的这么细 什么存一百万美金 我真的想都不敢想一百万美金 对吧 我只是为了得一个签证 也没有说是我会比之前的那些黄金 或者是最低档位的会有哪些突飞猛进的那种服务 就是为了就是说我我办一个一百万的这个薄金 我可以在马来西亚打工 然后我可以挣三五千马币 是吧 不现实的 好吧 没有就是说 给的这些政策 在我看来的话 都是属于可有可无 意义不是很大 但吧 但是对于就是说想在马来西亚长期生活的话 这个已经是现在唯一的选择了 也没有别的特别合适的长期签证 然后很多人问我 小超你怎么对第二家人了解这么深 其实小超从17年18年开始 一直从事的就是第二家人这份工作 只是说你说我会自己有一家公司去注册20万去做这件事吗 我很难的 因为我是中国籍 但是我希望把我的专业知识带给更多的海外的华人啊 如果你们想在马来西亚办这个第二家园的话 可以通过小超这边啊 小超可以帮你们找到最靠谱的 有执照的 最新能申请下来的 最快的 哪一家先申请下来 因为我的好朋友嘛 很多都是在马来西亚从事这个第二家园的 我会给你找到最合适的 然后最快能申请下来这个新的政策的这个公司 而且是我自己很认可的 对吧 如果有需要这方面服务的话 可以联系小超啊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下周得跟张哥再继续那个西海岸的行程了 我们希望从西海岸走的话 就基本上是接着上次的路 然后往北走 这次会最终达到大山脚北海跟槟城 好了 我们下周继续西海岸的行程啊 拜拜